只漲了一天 台股今天再度大跌 白點失手8700 面對這樣的走勢 投資人到底該怎麼調整手中的取股呢 馬上連線資深分析師呂漢威 來告訴大家 分析師台股這段時間的走勢 應該會讓股民看到很傻眼 那麼接下來看盤重點 有哪些投資人應該要注意什麼呢 對 當然注意法案的動向 這個最傻眼的是外資的空單 莫名其妙奇怪都一直加工 今天結算 剛剛看起來好像還是兩萬口 未平常空單 所以近期大家還是要留意看看 那我想主要是因為 最近國際股市 其實壓回的幅度也滿深的 你看美股 每次盤中拉高之後 尾盤就收低 所以顯見其實風高就是有人賣 那台股最近也都是這樣 只要有出現一點風吹草動 其實賣壓就很迅速了 那結論就是說期貨結算 所以看起來現在漲多的股票 都開始有一些拉回的跡象 甚至憑蓋股也是出現這樣的狀況 可是基本面並沒有很大的改變 甚至金管會也特別強調 九月份一週公佈出來 其實我們整體的上市貴公司的營運 還是將較去年成長了大概九個Percent 那整體的獲利也比去年來想表現 上半年就比去年還好 然後當然第三季現在財報在準備公佈 但預期看起來從金管會的資訊來看 應該基本面都不錯 所以我想未來可能會反映一些 基本面的題材 但是短線來看資金的退場 還有國際情勢的不穩定 那國內一些所謂食安風暴的因素影響 都使得避險的心態 那既然是避險就是短期 可能會有一些像期貨這樣子 比較屬於一個偏空的行為 或者是說我暫時先做一些觀望 那我覺得結論就是建議投資朋友 可以去追尋看看之前外資 很少琢磨的個股 那最近其實他比較不會有賣壓 相對就比較容易抗跌 那或者是最近國際油價大跌 是不是有些相關受惠的族群 有機會在第三季或第四季做一些展現 或是在第四季的時間點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都只能特別多家的留意 其實基本面還是好的 我看看外資的動向 從外資的做法來下手 我應該會繼續多加點 所當然